这几年我们看到了很多好球员的退休 彭哲敏、陈清风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 在球员生涯最后的尾声 得到球团最高的尊重为他们举办赢退赛 以他们为主角在比赛结束后有个机会 让球员表达这些年对球迷和家人的感谢 同时接受所有人的掌声欢呼和质疑 为这段精彩的棒球人生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 但是每次看到又有谁举办了赢退赛 我就会想起那个带着遗憾离开的男人 张泰山 打了20年中华职棒 一军总计扛出289支拳雷打和2134支安打 都是史上最多 更创下了无数辉煌的记录 但是退场却来得非常突然 我签了两年的复苏年合约 然后签了两年的复苏年合约 然后那两年都待在二军 之前你还拿到打电话 然后证明自己的能力还是有的 我曾经跟他们讲过 就是说再给我一年的时间 球员兼教练 薪水扣多少都没有关系 再给我打一年 让我跟大家说在一起 我真的跟林队讲这一句话 然后他说不要了啦 你还是专心的做好教练 然后把你的就是传承给他们 我就说那林队不好意思 那我真的很想再这样子 如果不行的话都没有关系 那我就自己离开 我不是张泰山的球迷 但是如果这段话是真的 我觉得统一师在当年应该有其他更圆满的做法 尤其是征战多年的球星都这样说了 何况到统一师的最后两年 因为不受重用 出赛数严重下滑的情形 先不讨论为什么变成冰镇泰山 这个问题大概只有球团内部才知道 一年剩下四五十场的异军出场机会 都还有两成八左右的打击率 站在球迷的角度 实在想不出理由拒绝张泰山当球员 你可以说他老了 长打率下滑等等 但真的状况不好的话 放在俄军也可以吧 就像昔日中信兄弟球星林卫主 在球员生涯最后一年几乎都在俄军度过 隔年球团还特地帮他办了隐退仪式 而在宣告即将隐退的这一年里 不但吸引更多的球迷到俄军见证他的比赛 也刺激和传承经验给更多的年轻球员 换个立场站在投资的观点 第一同一时手续负担的成本可以说非常的少 第二能换到话题 媒体不光吸引球迷进场 第三维持良好的球单形象和球军间的关系 将来不论在各方面都还有合作的空间 这样低成本高报酬的机会 劝眼睁睁地放掉了 怎么看都很可惜 也很不可思议 所以根据正常的逻辑想想 可能有两种状况 第一种 张泰山会不会私底下不是我们看到的样子 在做人处事这一块 失去了和球团间和睦的气氛 导致最后发生的冰镇泰山事件 这么解释好像会合理一些 但如果真是如此 我还是不认为这种球团与球员间的互动关系 应该影响到最后球星 能否和巧迷好好说再见的机会上 尤其张泰山的形象也没有什么重大的负面新闻 断然放手在外界看来一定不是那么的妥当 另一种假设感觉可能性比较大 讲白一点就是协同关系 张泰山旗的生涯起步 在卫群龙打了4年直到球队解散 转而到了新农牛待了11年 最后被卖到了统一师 而当时的新农牛又转手再转手 成为今天的富棒汉匠 在统一师只度过了5年的时间 等于说待过的三支球队中 两支已经不存在 与统一师的连结也不够深 或许这才是这一切背后最关键的原因 但这就回到了年资的问题 以伦威助来说 其实只在中华职棒 也就是中心兄弟打了4年 但在这之前 在日本职棒反神虎队效力了11个球季 就算回到台湾 偶尔也可以看到许多日本球迷 特地飞到台湾追星的画面 而他最出名的招牌 大概就是那高度自律严格的精神 深深影响到了队友 甚至整个球队运作体系 也因为球团看到了他的价值 愿意在他身上做后续的行销 打造多赢的局面 从结果来看 中心兄弟在林威助身上的作为 我认为相当成功 回过头来 中泰山事件真的充满讨论空间 我相信很多人也这么认为 才会有后续 即便只是短暂加入过业余球队台湾人寿 球队也愿意主动帮他举办营退赛 经济公司方面自己也举办过一次 甚至连被统一师释出之后 直到日本独立联盟打过一季的得导篮短挖队 都特地将张泰山的49号球1退休 表示之后其他球员不能使用这个备号 这么多荣耀的光环 唯独少了最重要的职棒球队引退赛 讲了这么多 我认为有没有需要为球员扮引退赛 取决于球员有没有那个价值和影响力 球团不只要考量到自己的角度 也要从球员、球迷的立场去思考 怎么做比较恰当 事件会过去,大家会忘记 但当下一次专一被提起时 我们可以注意看看 是否还是那些同样的问题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X球探 在底下留言 你认为未来值得扮引退赛的球员?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别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